這裡是控盤 510 不會動 為什麼呢 因為競選單 全線就被拿掉了 必須要出來 它才會動 這個事情常常發生在現場 BOSS幹不會動 你才不會動 我好好的 每次都BOSS不會動 我好好的 再來就是 我們先講這一條叫做 NDIPTT的IP 網路進去 點進去之後 現在是192.168.0.109 如果說你在現場出事情了 就是不會動的話 就麻煩這個打開 好 打開之後呢 好 退出來 109 退出來 那麼把它拉掉 再回去 那麼因為你DHCP打開之後 它會重新分配 有時候它不分配的原因就是說 現在這個場域沒有打到 這個IP是可以用的 那麼如果說你的IP跟人家同一個機種 同一個IP的時候呢 就會起衝突 就會互相搶 搶控制權 好 那我們待會兒來看一下它 那重新開機之後IP是不是有啟動 好 好 我們讓我們進去看選單 3號機選單進去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網路 118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是趕快把它關掉 它下次就永遠鎖在118了 不要用連續 因為你會中獎 很多公司他們都是照規劃的 照規劃的 他們都是為了管理員工的電腦 1234照排序 他們很多都是序列 你一次中就全中了 所以我們都是讓它自己抓 這是指出問題的時候 你才要打開它 打開它 重新開機就好了 就會有這個功能 叫118 118好了之後呢 好 我們要跳出去 跳出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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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們剛剛是109 3號機 Rosser 這邊要仔細錄喔 這邊仔細錄喔 好 我們進選單 Pot設定 在第三個這邊選擇 109這邊 我們剛剛是改成 已經被跳掉了 被跳到118了 好 那我們就改成 118 118 118 好 3號 空 不懂 就這麼簡單阿 但是沒學過IP人 就會在這邊裝蜜鹿 再想 哇靠被幹掉怎麼不見了 很簡單 這裡會顯示 你只要在這邊顯示什麼 你就到這邊改什麼 好 IP設定跟這個控盤 那這條控盤呢 也是不需要拉電的齁 這條控盤我特別幫導播弄成了一個 一條線走江湖的一個做法 就是一條網路線 供電又供控 有NDI的異曲同空之秒 又更穩定了 謝謝大家